好 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這個是梅花一瞻 就是有一位小姐來問她感情的事 那當然還是那句話老師要講 一個人要看她的趨勢 她的趨勢 她的大運 她的流連 還是要以八字為準 梅花一瞻是針對一個特殊的案子 比如說你最近的感情 你真的要跟人家投資一個事業 還是說你最近認識了一個人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這個可以做給錢的SWAT的分析 還是PASS的分析 還是PRODA 五個力量的鑽石模型分析 為什麼老師說 你問感情老師用一個物圖牆 因為老師要先看她的八字 原則上八字屬於先天的蜜 你改不了的啦 你大概來怎麼 你今天來找老師 下個月找老師 上個月找老師 我還是跟你講 今年的流連好不好 今天有沒有什麼基因 但是八字就是這樣子奧妙的地方在這 八字可以看出你的屬性 但是八字不太能夠看出你的定性 那個髒卦就是一個定性 老師啊 我最近的感情怎麼樣 它要是物圖牆 老司一查物圖牆 然後我跟他講ité件事情 就是這三個 你的四個人 第一個封地關 走牧 外面走土 木 刻土 做得很辛苦 他现在跟这个男生经营 经营得非常非常辛苦 我所谓经营就是跟这个男生的运作跟互动 那你要了解 有时候流连好 流连好 就好像你开着船顺风 流连不好 就好像蜜蜂 流连普通 没有蜂而已 很重要的概念 他是木土墙 木土墙要干什么 2018一定很惨 老师一看到木土墙 他张第一个挂就跟他讲 你2018很累 他就沉默不已 那老师又跟他讲 你不要放弃自己 虽然你是木土墙 你在感情的这一个区块你走木 好你看 你不要放弃自己继续的努力 该清洁的地方 比如说你家的洋宅的地方 老师我给你讲哪个地方你要去整理一下 把它弄干净 你看 山地坡啊 不错啊 土土彼合啊 不错啊 到最后呢 你看 有没有 风水晃 晃卦这个卦 本身没有什么好 没有什么不好 老师已经讲过了 有没有 晃上 风吹在水上 风吹水上 连波连移起来 所以你担忆这个事怎么样 本来就要担忆老师我感情不顺 这个问题会被解决掉 而且2019 2020对你非常好 这两年很不好 2018真的不好 那他在问 那好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跟你讲 你今年最好的时候 第一个 在农历的一业二业 再过来就是农历的十业十一业 所以说这个感情来讲的话 你还是要有一段满坎坷的路要走 等你走完这一段 整个会不一样 但是anyway 2019 2020属于你的好 老师跟你讲 你本来物土嘛 又生强啊 物土生强不用看大运 2018也就不好啦 2016 2017很好 2018不好 2019 2020 一定给定好 到2021就不好 到2021就不好 到2020 2021 2022-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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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错 也不错 从你这个答案来讲 木刻土 走什么 走你的官杀运 代表会结婚 那从你真的过来看 2022-2023走木也不错啊 所以你的印要来了 我就跟他讲 你最近好好经营 1920不错 192021休息一下 2223可以结婚 也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过来这五年 对你的感情 对你的婚姻 非常非常难 但是落点 不要落在20N就好 不要落在20N 那你的吉祥方位 吉祥方位在东方 还有在北方 你的吉祥颜色是黑色 老师跟我跟我讲一系列 有什么问题 欢迎来找老师 聊聊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